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仍旧是高温炎热不稳定 这样的午后雷震雨的情况 还是持续跟昨天非常的类似 但是太平洋高压势力继续的增强它的威力 所以这也使得今天高温资讯的范围 其实在扩大 所以要提醒特别注意 现在这个中暑热衰竭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的多 所以不管你在户外或者是室内 都要注意温度的调节 还有补充水分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夏天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是晴 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大概都在30%到40%之间 那么东部地区多云 降雨几率只有20% 那到了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呢 降雨几率更降到只有10%左右 在温度的部分 那就是高温了 那么北部地区中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平均来说是27到35度 南部地区是26到34度 东部地区是26到33度 不过中央气象局呢 提出了这个高温资讯的警告的范围 比昨天再扩大了 尤其是北部地区 基隆市 新北市 台北市 以及苗栗县 都是属于高温资讯的范围 在中午前后可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中部地区的台中 仍旧呢 有可能会在 这个中午前后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往南的话呢 还是一样 云林县 台南市 高雄市 屏东县 中午前后都会出现 36度以上的高温 宜兰 花莲 台东 东部地区呢 三个县市呢 都是有高温的情况 那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台南 宜兰 花莲 台东 目前都是27度 台中26度 高雄也是26度 澎湖目前是28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跌多涨少的 道成国益指数上涨了163点 收盘指数是35,225点 涨幅0.37% 纳斯达克大跌了294点 收盘指数是14,063点 涨幅百分之2 跌幅百分之2.05 标普百指数也下跌了30.85点 收盘指数是4534.87点 跌幅百分之0.68 费城半导体更是大跌了137点 收盘指数是3663.85点 跌幅百分之3.63 费城半导体的大跌 其实跟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 是密切相关的 七大科技公司全数下跌 所以纳斯达克跌两个百分点 然后费城半导体跌三个百分点 台积电的ADR更是大跌了5% 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跌了1.01% 微软跌了2.31% Google跌了2.32% 亚马逊大跌了3.99% NVIDIA也大跌了3.31% 特斯拉重挫9.74% 特斯拉跟台积电昨天都有公布 营收获利等第二季的一些财报 那么特斯拉是第二季的获利营收 都不如预期 那么台积电第二季的获利营收 虽然要比原本的财测目标达到高标 可是它的第三季展望下修不如预期 所以台积电的这个ADR就重挫 而特斯拉是整体来说 它因为用降价的方式 然后抢占市占率 虽然肥了营收 但是受了获利 这件事情就是它的股价重挫将近一成 那么另外在META的部分 META也是大跌了4.27% 好这个是科技公司的重大的一个调整 那么但是在油价的部分 反而是上涨的 纽约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36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5.65美元 涨幅0.48% 拜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1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9.64美元 涨幅0.23% 最近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油价都在 西德州原油在75块美元一桶 然后呢 北海布兰特原油在80块美元一桶 小幅度的来回整理 涨一天跌一天 涨一天跌一天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那么还在整理 就是未来的需求状况 那供给是已经确定了 目前看起来变化幅度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在需求的预判上面呢 目前呢还没有办法预判说需求的部分 那么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经济确实碰到了停滞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刺激作为 然后来吸引这些更多的原物料上面的这个使用 这一点呢是包括了油价 包括了铜的价钱 还有包括了这个铁矿砂的价钱呢 反应是最灵敏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农产品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小涨了0.2% 而芝加哥小麦期货经过前一天大涨8%之后呢 小跌0.03% 芝加哥玉米期货小跌下跌了1.56% 另外在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因为美元指数呢出现了反弹 所以我们就看到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9.9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970.90美元 跌幅0.5% 白银的期货呢跌了1.67% 铜的期货上涨了0.54% 把金的期货下跌了2.46% 美元指数呢持续的反弹 那么上涨了0.51个百分点 来到100.79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扬的 英国金融事报反弹股价指数上涨了57点 涨幅0.76%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57点 涨幅0.79% 德国法安科普指数上涨了95点 涨幅0.59% 好所以呢欧洲的反而出现了跌升反弹 但是呢美国你可以看得到科技股的跌幅其实是相当重的 好昨天呢其实公布财报的有特斯拉Netflix 然后IBM 然后以及像台积电 还有Johnson Johnson Johnson 那如果说是以这个特斯拉来看的话呢 他的营收 那么他的主要就是他的利润率 利润率呢降到了百分之9.6% 创下近5G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这反映了就是电动车进入了战国时代 而特斯拉呢用降价的方式来扩大市占率 这件事情使得他的未来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股价就大跌了百分之9.74% 另外呢Netflix呢也是一样 他虽然其实Netflix的这个财报呢 他的营收跟获利其实都小幅度的成长 也优于预期 但问题是呢 他的这个成长的幅度 市场上还是觉得不够不够不够 因为呢他已经打击这些共享这个密码的 这一些这个寄生的账户了 可是呢看起来对于他的用户数的成长 其实帮助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就看到Netflix的股价呢 也大跌了百分之8.41% 好另外呢江森江森呢 倒是因为他的获利呢优于预期 所以江森江森的股价大涨了百分之6 这也是你看到美国的股票市场当中呢 倒穷的涨幅其实优于其他的相关的涨幅的重要原因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美国的衰退几率 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呢 下修对于美国衰退几率的预测 在根据了华尔街日报呢 所做的调查显示 在未来12个月呢 认为会陷入衰退的调查的经济学家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四 看起来还是过半 可是呢上一次三个月前调查的时候 百分之六十一认为会陷入衰退 那现在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五十四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通膨放缓 那么他们认为呢 未来个人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这个是联准会最重要参考的物价指数呢 那么五月份的时候呢 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四点六 而他们预测呢 年底之前可以降到百分之三点七 所以呢这渴望呢 让这个经济软着陆的几率是提高的 那么同时他们也上修了 美国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 估计呢是百分之一点五 比原本预测的百分之零点二 高出很多 不过整体来说呢 下半年呢 还是预测是一个经济缓成长 好嘞 我们看到美国上 昨天公布呢 上周数字请领事业就金人数 来到了二十二万八千人 其实是进一步的下降 减少了九千人 写下了两个月来的新低 也凸显美国的就业市场 仍旧是相当的紧张的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全球的这个粮食啊 俄罗斯呢放话说 退出了这个黑海的谷物协议之后呢 所有进出黑海的船只都将会被认定为运送军用物资 也就是会被列为他们攻击的对象 那么这件事情呢就一口气让小麦在昨天我们看到 它的期货价格大涨了百分之八 当然今天呢小幅度的拉回 可是呢国际货币基金就提出警告 这可能会导致全球的粮价大涨 因为呢这会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变得很不顺利 那么虽然经过了战争 但是呢乌克兰呢 现在仍旧是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它仍旧是全球第六大的小麦出口国 全球第三大的玉米出口国 所以对小麦玉米 还有包括了葵花籽葵花油的影响是最大的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昨天公布了这个六月份的进出口数字 出口呢小幅度成长了百分之1.6% 主要是它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呢 大幅度的成长 但是进口的部分因为粮食啊 还有能源的价格大跌 所以进口的部分呢年减百分之十二点九 所以出口还有成长 然后进口呢是出口还有成长 然后进口是减少的 就使得它出现了两年以来 首见的贸易顺差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新兴亚洲股市啊 它的吸金利已经超越了 对于中国大陆的吸金利 那么根据高盛的统计 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外资流向中国大陆的资金 是330亿美元 这是股市的部分 那么流向这个大陆以外的新兴亚洲市场呢 高达410亿美元 所以呢这是近期来少见新兴亚洲的吸引力 然后股市吸引力大于入股的吸引力 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年的话呢 那么外资在新兴亚洲是测出了760亿美元 在中国大陆呢是进入了420亿美元 当然这也凸显出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呢 它的这个停滞的一个状况 好所以呢这里面会不会在房地产市场上面呢 出比较重的手 根据Bruber的报导呢 说现在官方呢考虑调整政策 要松绑在一线城市的买屋的一些限制 只要你名下没有其他的房子 那他的首购呢 他的这个这个这个贷款的金额 那么还有他的首付的金额 就是他自备款呢 都可以降到最低 那能不能够实施现在还不确定 好这是一个传闻 好不过呢在人民币稳会这件事情上面呢 那么人民银行已经出手了 昨天人民银行跟国家外汇集一起出手 那么稳住这个人民币 那采取了一些就对于跨境融资的参数调整的方式 来帮助呢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回升 那昨天呢我们就看到在岸人民币强升了386个基点 来到7.1811 那么不管在岸人民币离岸人民币 所以在美国市场的这个夜盘呢 都是显现出强谈 大概强谈600个基点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呢 当最受瞩目的就是台积电昨天下午的法说会 事先呢就已经知道说 他可能会二度下修今年的财务预测 好就是经济 他的整个的营收 那么昨天果然下修 而且呢对第三季看的更加保守 整体来说呢 他第二季所交出来的成绩单 是达到了他之前法说会当中的财测的高标 就包括了就是他的营收跟获利 好那么虽然都是季减百分之十二 年减百分之二三 但是要比他的财测达到了高标 可是第三季他就看得更加保守 所以呢并不如预期的说 一季会比一季好 第三季呢现在让人担心的地方 就是库存的状况似乎呢 去除的状况不是那么样子的理想 所以呢二度调降今年的 全球晶圆产制 全球晶圆制造产值的预测 从原本预测的负的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 再下修为负的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 所以呢台积电全年的营收 也从负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六 下修为负成长大约一成 负成长百分之十 因为AI的需求还是没有办法 抵得上这个其他的笔电啦 HPC啦 然后还有包括了这一个 手机上面的晶片的减少 不过资本支出呢 是维持在三百二十亿美元 到三百六十亿美元 同时台积电的美国厂 亚利桑那厂 因为当地的专业人才不足 建厂的进度落后 所以呢当地的这个量产时间 要从明年再延后到2025年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台股 昨天表现其实呢 大家观望说台积电的法说会 小涨上涨了四八点 双盘指数一万七千一百六十四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二八 不过成交量呢大幅度的萎缩到 三千两百零四亿元 外资呢卖超了五十三亿元 投信也卖超了十五亿元 资营商则是转为买超十四亿元 不过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那么其实从昨天美股一开盘 台积电的ADR就大跌 今天凌晨呢台积电的ADR大跌百分之五点二 所以今天呢台北股市势必会有一波的沙盘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经营部昨天公布了 这个六月份的外销订单 继续的衰退衰退了百分之二十四 连续十个月年增率是负成长 而且对美对欧对东协对中国大陆 通通负成长 马上回来